一個演員會不會得獎 或者是他表演的精不精彩 我覺得有一個關鍵 他不是 問題不是出在演員本身 而是在劇本 他這個角色比較稍微模糊一點 會影響到他 他最後的出現 然後伯傑益起這個角色 他這個角色是 劇本上就塑造得很 就很能夠發揮 再加上他最後那一場戲 演得實在是非常的厲害 他的哭泣讓大家覺得 很好 非常好 所以後來還是伯傑得了獎 小妹姐 勳導你好 在哪裡 這裡這裡這裡 我是柴薇 你好 我想問一下關於 因為這次男女主角都是競爭非常激烈 而且就是大家都很關注的演員們 然後可以講一下這兩個獎項 在討論過程中有一些 比如說其他怎麼樣的討論 男主角其實 呃 後來也是友安順跟 王伯傑 跟那個 伯傑 兩位在PK 就是很平 可是友安順里的 他另外一部大日子 也是有很精彩的演出 那甚至大家覺得他在大日子的表現 其實不下於那個 《孤孤教》 那他真的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遺珠啦 但是伯傑的話 他也是 難得碰到一個這麼好的角色 他那個角色真的是非常好 我覺得是 跟我們一個演員會不會 得獎 或者是他表演的精不精彩 我覺得有一個關鍵 他不是 問題不是出在演員本身 而是在劇本 他這個角色比較稍微模糊一點 會影響到他 他最後的出現這樣子 然後伯傑藝齊這個角色 他這個角色是 劇本上就塑造的 就很 很能夠發揮 那再加上他最後那一場戲 演得實在是非常的厲害 然後他的呼吸讓大家覺得 很好 非常好 所以後來還是伯傑得了獎 我想請 可不可以 簡單解釋一下 就是在男主角的方面 因為王伯傑他其實很介意要 公平公正 那謝欣穎在 身為絕選評審 他在討論過程裡面是 比較沒有參與男主角的討論 還是他有什麼可以分享的部分 我們在邀請謝欣穎的時候 有注意到那個迴避原則 但他其實他們的關係沒有必要到迴避 這是我們先檢查評審的迴避原則 所以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同時間他在看片跟評審會的期間 他其實是租到我們安排的飯店去的 然後再來是 我又請他發言 因為我覺得越是這樣他越要發言 那他就是就 就角色 就他的表演去評斷 那因為他也只有一票 你可以看到王伯傑的票數 在正式投票的時候是13票 所以其實是評審多數的共識決 他們有什麼關係 那在討論的時候也完全看不出來 這樣 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陳維銘是很 很被大家支持的 大家 這部每個評審都喜歡他 他在裡面那個角色的演出 然後 但是就是問題 就我剛剛講的那一點就是 這個 他的角色 戲比較少 那傅孟柏的戲比較多 那再加上傅孟柏其實 他那個角色 並不好演 他 我們以前也很少看到他 做這麼真實的演出 平淡的演出 那有些人演得 這種忠厚老師 都會把他演成一個傻瓜 但他不會 他就是演得非常 我覺得 我看過兩三次 本日公修 看過兩次 我都會被他吸引住 我覺得他 難得演這麼好 要鼓勵他 那陳維銘我覺得 我很希望 他被大家看到 他真的是 行非常好 表演也很好 就是可惜在他的戲 沒有傅孟柏那麼多 他會想說 他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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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對他